小小小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是一种非常聪明的猴子 平常他用抬眉 蜜眼 绝嘴等方式去表达他们的情感 我们在平常的饲养管理中不会刻意去给他做一些训话 但是为了方便我们的饲养管理 转管 收笼等方面 我们会给他进行一些简单的引导 他也会去模仿一些游客的动作 他从小到大都是这么活泼 所以说我们给大家的名字叫小岛肺 因为肺在固样化的意思就是比较调皮 活泼 我们是从甘肃来的 我们过来以后搜当地贵阳市那好玩的地方 就发现这个钱林山有一个网红猴子 那摩托上会摆动作 不能动作 我们就是在网上社交平台上刷到 我就看到这个猴子特别的有风味 就是非常的有趣 所以我们就今天就好留了一天到这里来打卡 人非常的多 而且因为爬上来的时候人也很多 就觉得哇 主要是旅游 本代说是保持人数目的 就像小岛肺定一样的 就像小岛肺定一样的 婚类一般的 在深层的时间开 像人数目的